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月何佼佼 照我挪藏为 憂愁不能味,濫衣起徘徊 客行衰云落,不如早船归 出户独徨,仇私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雷下沾上衣 明月是多么皎稠,照着我逻床上的遗文 我忧愁无法入睡,于是挽着外衣起床到处徘徊 客居外地,虽然也有她的乐柱 不知有什么乐柱 但是总不及早些回家,回故乡 出户独徨,走出门外,旁旁旁,黄心臣不定独自度暴 我的仇私,向谁倾诉呢 于是又引领,即是燕颈远望 终于都是回身,回到睡房 但是眼泪已经流到濕了我的衣裳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写那个是什么人呢 是屋企的师傅还是油纸呢 后来的住家都有拗叫的 大家看下来似乎都是油纸回家 油纸回家 油纸回家 所谓狗客思归 在外面,可能看到一些风风雨雨 想起来都是,家里好 是否是肉归道无恩呢 是否是肉归道无恩呢 就不知道 但是肉归是真的 所以这首诗呢 看上去是像油纸写的诗 我都是希望早旋归 就不是说 师傅在另一边 希望他早旋归 很难解释 当然你说罗藏维 那些男人也有的 不是一定女人也有的 那些,你分上有地位自然 有这样的靓床 所以整个语气 只是油纸 狗客思归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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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十九首的故事 旋风式 但是呢 大家就拿到个概念 回去 再试味一下 那些人怎样看 时光飞逝呢 有些反应都很不同 我要振作 做多些东西 我不如喝美酒 是不是 每个看法又不同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手法 军臣 都是讲军臣之情 那些手法有什么的异童呢 为什么会 后世对 古斯十九首 那么喜爱 他怎么会那么吸引呢 那就是说 但是他用字 用具一定是有他的吸引力 所以 后世学作师 如果不看古斯十九首 理论上就打不了底 他不只是说 学那套用字 他还要学那套庆计的手法 那你在唐朝呢 就 超名文选很流行 而唐高中的时候 已经有李善的著本 都相当流行 后来又加上有五臣的著本 唐元宗的时候 那考科举呢 超名文选 差不多是本教科书 就是必读的 那一读到诗 一拳 哈哈 就是古斯十九首 所以古斯十九首是谁人都懂的 那他用这些字呢 如果你不去试味它 你掌握不了那种沉实的句子 到你自己作诗的时候 就轻飘飘 那所以我们写诗的人 是不可以不读古斯十九首 不是等于读的人都懂得解 但是起码都有概念 古人个个都读周译 不是等于他一定懂得解 但是他有概念 那古斯十九首就是属于必读的 尤其是我们作诗的人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如果现在的人说我作诗 古斯十九首看过没有 古斯十九首是什么来的 那你也知道那些诗可以去到什么位置 那 非常多谢大家 不过这里我们就有几分钟的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都不妨问一下 绝对接受的 就这样 注意 请不吝点赞 稳nic